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朝廿聊怪兽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由TLC所发行的这个行李箱 各位比较棒 现在正值啊 机票也都订不到 大家都是疯狂的出国潮 所以行李箱非常的重要 身为一个玩具人 各其他爱好者 你必定要有这一款啊 然后它分为两种形式啊 一个是铝框 一个是布框 铝框跟布框啊 大叔跟大家解释一下 如果是铝框的话 你就是适合放在那个行李转盘 那如果是布框的话啊 你就可以当登机箱 它最大的就是这个尺寸啊 就是28吋的 这个28吋的啊 它是属于铝框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防撞啊 打开的这个部分啊 很多人很喜欢问我一件事就是 它没有附钥匙怎么办 它叫做海关检查钥匙 这把钥匙只有海关才用 再来啊 这个很特别喔 这28吋有而已喔 它有附一个饮料架在这 就把这个抠出来 把它抠出来就可以拿来架饮料 不要的时候 把它收进去 然后它这个是铝框 是非常的轻啊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声音 大叔啊有一次出国的时候啊 我的行李箱的那个轴枕好像一次坏掉了 整路咔啦咔啦吓死人了 真的是全场焦点 大家都看着我 然后再来是这个布型的喔 它的比较软 它的比较软 比较软 比较软的话可能防护力就没有那么好了 然后这个是哥吉拉爪子的涂样 然后这个是真割的一个背棋 那有人问就是大叔啊说为什么它不出真割头 背棋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如果啊你要整支哥吉拉的话啊 你就必须要选这个28吋的 这个是89哥 然后再来是机械哥 机械哥是我最喜欢的 它有这个铁牌 高级感很重 然后旁边这个铝框 高级感很重 然后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打开喔 像这个布的 它是像这样子 按下去 它就自动打开了 它里面的样子啊 就是很多个家的这个布称 然后还有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网状的 里面可以放一些小东西在这里 诶非常顺耶这个拉链 还有分层 如果你东西太多的话 把这个把它全部弄掉 变这样 它就可以放比较大 铝框方面的话就是 哦它也有密码 然后OK对都是001 诶这样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卡片 就类似像宝卡那样子的 然后还有一些风格 其实跟小的都一样 铝框我真的觉得很帅 我是想比较喜欢买铝框 我听说真歌啊 是特别多人买的 大家都喜欢真歌 吉他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漆面的话 我是觉得没啥问题啦 就中规中矩 最重要的是它滑顺 那我们来看一下28寸 28寸就帅了啊 钢琴啊 烤漆黑的这种感觉 铁灰色很漂亮 全部打开之后非常的宽敞哦 带巨大的出去都没问题 但是不要太巨大 一般的52公分以下的这个size的 哥吉拉玩具应该都可以塞得下 好 那这个行李箱我就为你介绍到这哦 然后想要购买的朋友啊 就是可以点击我们下方啊 其实每次看大叔影片 大家都不太看剪辑师是谁 然后还有我的IG 几乎都不看了啊 其实我都有记载在里面 那我会把这个官方网站 放在那上面给你 然后这是正版授权 最重要的是帅 之后大叔会持续为你们开箱更多 哥吉拉系列模型 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开箱影片 别忘了按一下喜欢 如果你想追踪更多哥吉拉开箱影片 也别忘了订阅大叔聊怪兽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影片见 掰